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今天的這個垃圾盤就不見了對不對 昨天大家講這個新聞 講得沸沸揚揚 什麼大摩調升目標價 我說每次的一個調升 都是最後的高點附近 投資朋友今天馬上就驗證了 那我一直跟投資朋友講說 這些問題其實 是完全存在的問題 不管是從大盤的資金的問題對不對 甚至於我們的目前的外銷的訂單的問題 那甚至於這個我們GTB也沒有好對不對 好不起來 那甚至於這個景氣的對策信號燈 景氣的低迷 還有我們P&I的連續三個月的緊縮 這些的事實都是擺在眼前的 可是現在市場沒有人想要去理財這樣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過就跟當初 在這個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的前一年 2007年的時候是一模一樣 我們現在大家都已經為之瘋狂了對不對 這個漲了什麼 1萬6也過去了 1萬7也上去了 那1萬8馬上就要來了 接下來就要挑戰2萬點 大家都差不多已經要欺負了對不對 連我坐公車我都看到大學生在看什麼 看這個看盤軟體 這樣你就知道了 大家有聽過那個插銅鞋理論 如果當個股市已經連那個插銅鞋 那個插皮型那個鞋銅對不對 都在講股票的事情 這樣你就知道了 好 所以你看這個台積電 我在昨天是不是跟你講 我說這個大摩 其實不只有大摩 很多外資都搞這一套的 哪一套 來 這個當初大摩在去年2月7號的時候 台積電拉回的時候 就衝高之後拉回 他反而在跟你講什麼 講反話 講什麼樣的反話 跟你講說 我之前看錯了 所以我要調高台積電目標價到780塊 當時的收盤635 如果你相信他的話 你就傻傻的去買 為什麼 哇 那780跟635 不是還有差將近150塊嗎 15萬 5萬 不是很好賺 你如果相信他的 你不是賺150塊 你是價差超過150塊 最後怎麼樣 跌破450 對不對 投資朋友 你繼續想想看 好 那再來呢 到了昨天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每次大摩這個目標價調整 你看昨天又來了 又是 沒有漲的時候 跌的時候 不會跟你講這個 都是這樣 幾次 不是只有大摩 很多的外資證券 尤其是美系的 最喜歡搞這個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有參與期貨的莊家 所以他目的不是在這個股票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期貨 不管是負台子 台子期還是選擇權 都一樣 他們的目的是在那個地方 因為股票的1比1 賠現股 只要他期貨賺錢 選擇權賺錢 付台子賺錢 他就賺翻了 所以股票賠錢跟他有沒有關係 沒差 所以我常跟投資朋友講過 你不要每次看什麼外資買賣超 那真的是表面東西而已 拿來騙人的 我常跟投資朋友講過 只要是公開的數字 你要記得 基本上不可能是為了幫散戶賺錢 我這句話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所以投資朋友 那你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去想通 所以今天就看不到這個台積電 對不對 出現繼續的垃圾盤 沒有啊 馬上沒有 但我跟你講要調升之後 找一天的反應完畢就沒了 這就很清楚了 那投資朋友他已經調到多少 他跟你講說調到這個710塊 距離現在不是500多塊還早 為什麼不會再繼續反應 你自己去想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如果真的如他所講 會到710塊 那現在每天買都賺錢 對不對 因為現在600塊以下 你每天買每天買每天買 每天買都賺錢 為什麼不是這樣子做 如果這樣做 今天的垃圾盤會繼續 沒錯吧 所以投資朋友 我常在講的一些事情 都是我24年的操盤經驗 我常在講 你不是只有看這個什麼K線圖 你還要去了解這些法人跟主力 他們的心態在想什麼 他們放的一些消息 他們做的一些K線目的是什麼 你要去想通這個事情 才不會每次都去追在高點 尤其是每次在放利多的時候 對不對 配合著股價 看到量價起揚你就去追了 好 那我們今天有很多的股票 跟投資朋友提醒 如果你手上有的 或是說跟他類似的 一個K線 你自己就要小心了 就像這偽權店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對不對 漲到盡頭的時候 突然出現了一個沾黏線 什麼叫沾黏線 你繼續看 繼續研究 我不多講 時間有限 那突然出現個中長黑的跌破大量的低點 而且這個地方投資朋友你要去注意了 他是跌破沾黏線的低點 也是跌破這個大量的低點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 整個K線的形態 我可以跟你講 也許有反彈 但是這個反彈都是叫你要跑 不要再怎麼拉回 找買點 又再創新高 又再去追 創新高代表沒有壓力 等一下我跟你講 什麼叫歷史添加 好 在冬結資訊 你可以看 突然來個假突破之後真拉回 有沒有 這就很明顯了對不對 假突破之後 當天你覺得 有站上 隔天 連續兩個向下的跳空 你一定是到後面才知道 那叫假突破 突破了那一天 你不會覺得 你會覺得說 哇好強喔對不對 後面又再漲一波了 換手成功 結果呢 不是要換手成功 這叫割韭菜成功 結果就連續跳空下來之後 投資朋友 這個一定有鬼對不對 你自己要去注意了 不是只有這種股票 不是只有這個冬結資訊 很多股票都是長這個樣子 來一節 之前我放空過的股票 你看我回補之後 他就有反彈 但是咧 就在這邊打混 有沒有在創高 沒有了 這個之前也是大家的熱門股 對不對 而且還在那邊盤頭 你以為他這個地方還有機會再往上衝嗎 這是很多現在投資朋友 手上有的股票 只要在那邊盤頭 要上不下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個大房還在漲 你就心存希望 認為說總有一天會輪到他對不對 那我先跟投資朋友講 我跟你講 像這種盤頭的越久的 未來只會跌的越深 所以你不要等到這個整個盤頭完成了 你才想去跑 再來這個三商店 很多股票會出現肩頭反轉 不會像那個地方那邊盤來盤去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最近很喜歡去追那個腰股 什麼叫腰股咧 就之前成交量只有幾百張 有沒有 一兩百張三百張的 後面那個量被拉上來之後 你就去追 有沒有 這種股票 我可以跟你講 怎麼上去就怎麼下來 所以你自己要去小心 那再來就順耀 順耀在這個地方 你看他之前 急拉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再去講 這股票有希望有什麼新藥 他未來會有這個爆發性 臨床實驗 這個生技股最喜歡拿這一套 臨床實驗的藥都還沒做出來 臨床實驗也還沒做完 大家就先吹牛他的新藥 未來的商機有多大 對不對 結果 跌破了 經過了這高檔震盪之後 跌破了高檔的平台的低點 這樣你就要注意 不是只有順耀 很多股票是這樣 在高檔那盤盤盤有沒有 有數碼全部被套 那投資朋友 那你就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 應該不用再多講了吧 好 再來這個德偉 德偉是去年 創了歷史天價之後 然後回檔之後 今年又再上來一次對不對 你就以為說這個股票 真的是不得了 應該還有機會 再創一次歷史天價對不對 結果呢 真不好意思 當你認為他還要再衝的時候 突然就怎麼樣 開始用緩跌的方式 緩跌的方式跌得很慢 但是最要人命 為什麼 因為你每天都有希望 因為你沒有看到急跌 你也沒看到重挫 所以你就每天都有希望 尤其是看到大盤在漲的時候 你就更不會有感覺 你就更會有希望 繼續的給他等下去 結果投資朋友不知不覺 大盤還在創高 他已經回跌了20.8% 對吧 當初不是說 大家都是在說 創歷史天價就代表怎麼樣 要永遠從這個地方 飛到這個雲端 再從雲端飛到外太空 再從外太空飛到宇宙 那不是這樣 現在很多人就拿什麼 哇 股價創歷史天價 這個創歷史天價 代表以後沒有壓力了 投資朋友 你去想看這個邏輯對不對 隆德造船也是一樣 是在今年 股價創了歷史天價 大家就開始了 又來了 這個創歷史天價 後面怎麼 開始要飛了 股本又小嘛對不對 那投資朋友 創了歷史天價之後呢 經過了三角形整理 昨天跌破了三角形整理 那今天更不用講了 已經確認了 就算他在怎麼反彈 投資朋友 能反彈多少 昔日的明星股 對不對 現在呢 變成轉落股 大阪沒有轉落啊 大阪不是還在創高嗎 為什麼他是變成這個樣子 如果只能跟投資朋友講啊 你現在這個地方 你真的要去注意了 很多股票 創了歷史天價對不對 然後呢 很多的財經媒體在跟你吹捧 趕快去買 拉回找買點 因為代表他上面沒有壓力 沒有人套牢嘛 所以隨便拉都會越漲越高點對不對 可是投資朋友 我想請問你一句話 這些創歷史天價的個股 請問 那一家公司 他的營收有創最高紀錄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他的歷史天價合理還是不合理 是真實的 還是只是個最漂亮的泡沫 所以投資朋友 你自己好好去思考吧 這個問題留給你自己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啊 所有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明天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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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